位于民传国中上方的 虹桥社区儿童乐园 园区内设有溜滑梯 荡秋千等邮剧 多年来一直是当地居民 带着小孩油漆的好去处 不过今年4月 这些邮剧却突然遭到拆除 当地虹桥里里长李璧霞 在仁爱区基层访试座谈会上 当场向金融市长牛昌反映 直呼好可惜 一个户户的那里生的地方 整个都会跳起来的 而且听着听着我还不知道 我是第二天听到里面说 你怎么会拥到的 那里面都很好 怎么会拥有尽力感 我第二天才去 才到现场看到 我感觉到这个非常的可惜 对此的爱区公所区长林文琛表示 主要是近几年 中央要求公共场所游戏器材 需通过安全检验 市长林游昌进一步说明 营建署设有儿童器具相关规范 需符合规范 否则不安全就需拆除 以避免儿童在游玩中受到伤害 金融市政府已经在着手规划 重新申请经费 建置安全的儿童邮据 因为我们拆除也是不能使用 那县长还是要把它封闭 其实不能使用 那经过我们讨论结果就是说 先拆除那后期我们再来争取设置符合标准 现在包括标准等等所有的游戏器材 一定要经过那个内政部的中央标准 今天通过以后才能设置 中央担心的是什么 就是你今天如果不符合标准 如果发生了小朋友受伤 或者是发生了其他的意外 这个会有延伸国陪的案件 会有问题 那以前因为没有规定 没有标准 那现在又有标准出来 另外书院里长林文肯反映 位于仁爱区行政大楼对面的市定谷基 修竹居周边向道路面凹凸不平 希望金融市政府能加以整修 以维护居民通行安全 记者张祈腾金融报导